万匹可爱就是我,我就是米小圈,米小圈动画古诗。 两岸原生,提不住,青州已过,万重山。 唐天宝年间,安史之乱爆发。 太子与勇王争夺皇位,勇王战败。 李白虽然只是勇王的幕僚,却也被牵连入狱。 放我出去,我是被冤枉的。 姐夫,你受苦了。 宗谨,快去帮我梳筒梳筒。 姐夫,你放心,就算豁出性命,我也不会让你在监狱里多待一天。 宗谨,你果然说道做道,确实不用在监狱里待着了,我直接被流放了。 对不起啊,姐夫,我豁出性命,他们说也不能放过你。 不过你放心,就算豁出性命,我也一定会。 别别别,你的承诺太灵了,我不敢当。 好了,时辰已到。 李太白,走吧。 姐夫,路上保住啊,好好照顾你姐姐,我李太白还会回来呢。 就这样,李太白踏上了流放之路,启程去往三千里外的夜郎。 命运的波折,没有使李太失去创作的热情。 去往夜郎的路上,他将所见所改,写成一首首诗作。 此情此尽,我想赴诗一首。 赴什么诗,赶紧上路。 你这一脚,未来的小学生将少备多少好股市,你知道吗? 我什么都不知道,我就知道,赶紧到夜郎,我赶紧交差火去照顾我娘。 话不投机半句多,也罢,也罢。 李太白,不,太白先生,好消息,特大好消息啊。 我一个流放之人,能有什么好消息啊? 皇上他。 皇上他要杀就杀好了。 皇上他大赦天下了。 你自由了,太白先生。 什么?我自由了? 我可以回家了。 我自由了。 我也可以回家见我娘去了。 不容易啊。 是啊,这一年太难了。 船家,开船。 客官,去哪儿? 江灵。 船家,你快点滑。 船钱我给你付双份。 好嘞。 此时此刻,此轻此景,我想付诗一首。 啊,朝此白地,彩云间。 好事。 千里将临,一日还。 等一下,这江灵巨阵有一千多里地,怎么可能一日还呢? 你想累死我啊? 夸张,我运用的是夸张的修辞手法,你懂吗? 是个夸张的。 两岸原生,提不住。 青州已过,万重山。 明明才划过三座山,哪儿来的万重山? 我不是说了吗?夸张是我们诗人的常用套路,用来表现我恨不得赶快到家的急切心情啊。 嘿。 我看了,这位客官可能不识数。 清晨,我告别了五彩云霞映照中的白地城。 远在千里的江陵,一天就可以到达,两岸原侯的叫声在耳边不停地回荡。 轻快的船儿,已经驶过重重山脉。 同学们,这就是早发白地城这首诗的大意。 老师,据说白地城到江陵有一千二百里,古代座船,一天哪能到啊? 米小圈,你还挺细心的。 前面李白自己也说过,这里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。 老师,我明白了,是不是运用夸张,才能凸显出李白盼望早日回家的心情,和重获自由之后的轻松喜悦之情? 是的。 唉,这种心情我太能理解了。 每天放学的时候,我都恨不得千里江陵一日还。 你干嘛那么着急回家啊? 五点半动画片就开演了,不赶紧回家就来不及了。 你这个米小圈啊,你回家写作业时,要是能有这种极切的心情,成绩走就上去了。 看,有只小猴子,在哪儿,这就是李白所写的,两岸原生提不住,青州已过万重山吧。 什么万重山?我刚数了数,我们才过了几座山而已。 铁头,你刚刚肯定没认真听讲,莫老师都说了,这是夸张的手法。 我觉得李白这个人一点都不实在,写什么都爱夸张。 哎呀,不好,我肚子叫了,谁有吃的,我都快饿死了。 铁头,你还说李白呢,你这句快饿死了,就是夸张的手法呀。 是的,夸张是为了增强表达效果,就像你刚才,只是想表达你真的很饿。 这样啊,老师我明白了。 那你能不能说一个带夸张的句子? 嗯,有了,每次我看到鸡腿时,口水都会流一滴。 不错,这里的夸张是为了突出你切食蝉了。 老师,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夸张。 不信你看啊。 不给我。 接下来,让我们朗诵一下这首古诗吧。 早发白帝城,唐,李白。 周子白帝,踩云间。 千里将游,一日还。 两岸元生,提不住。 青州已过,万重山。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